9月3号 刚刚整理一下照片的时候 看到一份2018年3月份的 郭文贵郭黑帮的常委名单 这份常委名单是一共24人 我稍微数了一下 目前还追随郭文贵 在那里坑门拐 24人当中只剩下两个单身女性 另外还有两个男的 没有说离开郭文贵黑帮 但是至少现在不是特别的活跃 被彻底先元化 那么其他20个人 我们来看看这个名单 挺有意思的 从这份名单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文贵 虽然他是一个成功的骗子 但是他也确实 在没有老朋友 只有新朋友的路上 他是一而再再而再 这个人有一个特点 他是不怕和任何朋友翻 这四年多以来 他翻掉的脸 可能是好多人 几十个人 一辈子翻掉的 都没有他一个人的揍 他有这么一个特性 我们来看看这个名单 大家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24人的名单 这是最早的一份 文贵的常委名单 那么常委这个名字 是老黄奇 然后被他们郭黑帮采用 按理说常委只能有几个 那么当时我们觉得好听 好说一点 也就是带有一种调侃的味道 所以把他们那个名单 就说成是常委名单 其实是一个骨干成员的 一个群组 你看我们从上面数下来 郭宝胜 美国最多 美国有六七个 美国郭宝胜 郭宝胜 那是最后是成为敌人 那么第二个就是物庭 物庭也是很早就离开了 18年8月就离开了 郭宝胜是18年的4月就离开 那么物庭还好 跟郭文贵之间是少数几个 达成某种默契没有饭量 那么第三个 庄烈红 那跟郭宝胜一样 都是对捕公堂 第四个 魏力红 Sara 那现在也是死对头 对不对公堂不知道 那第五个 赵炎 赵炎那个 现在也是死对头 曾经一度 拼命的想建立某种关系 但是最后 最后还是彻底败了 那接下来叫 Jack Wong Jack Wong呢 我倒是有印象 他好像是开着什么卡车 上面写的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后来就翻钩里去了 这个人应该是洛杉矶的 他那个时候支持郭文贵 那也是非常的狂乐 他在19年1月 发了一个通知 然后说呢 从此之后呢 就要离开爆料革命队伍了 不过他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批评过郭文贵 算是当中比较好 那个就是说 没有彻底撕破脸 Crystal呢 这个不太清楚这个人 后来就消失了 袁洪斌老师 袁洪斌老师是18年4月份 东京爆料协会成立之后离开的 那么现在当然是与我关系了 那么再接下来是潘晴 潘晴是原来郭文贵 在澳洲的主要骨干 那后来就变成敌人了 再接下来就是昭明 昭明呢 后来是 他是最早的一批支持郭文贵的人员 应该是在2017年的 一两一二月份 那么后来就翻脸 翻脸了以后呢 郭文贵是主动攻击过昭明 但是昭明本人呢 是没有回击 原因我们不想 总之现在是那种完全是对立的关系 至少对郭文贵来说 再下来一个就是秋月手 秋月手是坚持对郭文贵一种支持态度 一直到去年的五月 然后呢 现在对郭文贵是持批评的态度 澳洲的安红 虽被郭文贵一再的羞辱 一再的谩骂 但是呢 还是愿意跟郭文贵一起 走在坑蒙拐骗的路上 这是前面说到的这一批人当中 目前是第一个 还在支持郭文贵 然后接下来是 也是澳洲的细思极恐 他后来跟郭文贵是有诉讼 就彻底翻脸 翻脸的时间呢 是19年的12月 再下来两位 再下来两位呢 一个是澳大利亚 一个是新西兰 一个叫耿延 一个叫大丁 这两个人都是郭文贵的积极的支持者 只是现在被边缘化 基本上没有他们活跃的舞台 他们有没有买喜币 也不太知道 再下来就是日本的巷铃 日本的南方 日本的五藏经 日本的险腰带 那么这四个人呢 其中巷铃 鸭蛋姐 应该都是郭文贵的一个批评者 那么南方好像似乎呢 就说没有公开接郭文贵 但是也已经早就转了态 五藏经不是特别特别了解 但是反正不是在支持郭文贵 再下来呢 就是英国的小渣 英国的林冲 这些呢 都是离开了郭文贵之后 虽然没有批评 但是呢也从来再也不染指郭文贵的 什么报价料的东西了 再一个就是张建 张建们已经去世了 后来给郭文贵彻底翻脸 最后两个是加拿大的 一个赖建平 一个卡利西 那么赖建平在18年4月份的时候 就跟郭文贵彻底败了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目前还在支持郭文贵的 就是卡利西 好 这24个人当中 目前上串下跳的只有两个 就是一个安红 一个卡布拉 那么从这种 那个叫人员的这种溃散 你就可以看到郭文贵的威人 以及呢 郭文贵这个团伙 他的凝聚力 郭文贵不是整天说吗 他什么玉打盘古 员工从来都没有请辞的 从来不拖欠 大家一分钱 你这24个人 现在跟着你只剩下两了 有一个 其中有一个安红呢 是被你 那个 多次的辱骂之后呢 依旧还舔这个脸跟着你的 这是比较顽强的一分 就剩下两 22个人 已经基本上已经 其中的20个 是没有任何问题 全部散 其中呢 有两个男的呢 现在都已经是边缘化 所以 文贵 你这个团队吸引人了 你这个团队凝聚力强了 你这个团队人人都准备 跟着你一起到喜马拉雅去鬼混了 你的这个常委名单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核心的名单 很不堪呢 文贵 难道 20个人离开你 都是别人的错 你没有一点问题 所以这封名单 还真能说明问题 好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